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这起骇人听闻的永和分尸案 前行在今天下午相宴良性死者的遗体 他的二哥三哥还有五哥都照常 一见到小弟的遗体三位哥哥忍不住痛哭失声 实在是不舍这个最孝顺的弟弟死状如此凄惨 而死者跟嫌犯也就是他的大哥为了照顾妈妈 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是多年来感情不目 十一年前甚至因为母亲行动缓慢的问题撕破脸 大哥一度拿刀恐吓杀人 最后被判拘役50天 前景陪同下家属快步走入厌尸间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亲弟弟竟然会被残忍分尸 而且嫌犯还是自己的亲大哥 死者的二哥三哥五哥 以及经节有意报案的张姓女同学全程不发一语 而却了解哥哥们厌尸时放声痛哭情绪崩溃 甚至大喊为什么最孝顺的弟弟会死得那么惨 好慢慢退慢慢退一下 慢慢退 永和分尸案震惊社会 这一家子一共有九个兄弟姐妹 死者年纪最小曾任罚警 而已经坦诚行凶的大哥则是政府机构的退休司机 先前母亲中风 死者就提早离职 专门在家照料母亲相当的孝顺 但早在十一年前兄弟俩就曾闹翻 当时在世的母亲上厕所不方便 动作比较慢 就被死者大哥催促快一点 死者要大哥多体谅 没想到大哥却心生不满 石头恐吓扬言不利 最后被死者告上了法院 大哥也因此招判 拘役 在其他兄弟姐妹眼中 死者是最孝顺的一个 而年纪最大的大哥 这回竟成了嫌犯 一家人的心理想必都不好受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导